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租房市场 每年的六七月份都是租房的旺季 对于低收入者和毕业生来说 低价的房租才是首选 旺盛的市场需求量之下 群租房的价格也在逐年递增 甚至是一房难求 在贵州贵阳 不少房屋中介或是个人 就擅自改造租金相对低廉的群租房 然而群租房的大量存在 虽然方便了一些低收入群体 却让周围其他业主苦不堪言 刘先生居住在贵阳市 一个小区的一楼 他的楼上就被改造成了群租房 每个单间都装了一个卫生间 其中一个正好修在二楼的阳台上 厕所厨房都在了 然后他排的粪便呢 就通过这个渔水管 就是公用渔水管 直接就排在一楼的这个水沟里面 这个水沟里面全部都是粪便 基本上门都闪出去 饱受群租房困扰的 还有家住花果园的齐先生 受楼上群租房的影响 他家的屋顶已经裂了一条长长的缝 齐先生家楼上的房屋被隔成了十个房间 光卫生间就有八个 调查中记者发现绝大多数群租房破坏了房子原本的构造 用来隔断的砖墙增加了房屋的重量 已经超出了承重墙的承受范围 此外这类出租屋一般空间狭小 人员密度大 水电器的使用频繁 容易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根据我国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 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厨房 卫生间 阳台和地下储藏室 也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但现实中 群租房现象却层出不穷 更有群租房经营人员直言 目前的群租房市场基本处于托管状态 这种房间它只有这个 叫做那个房间局 房间就成功性了 所以它一般不会差 有没有人应该去的 白色的调整 地人应该在那边 我觉得那些这个 很严重的调整